如何充分使用iPad 而不是沦为爱奇艺或游戏机 我想从软件、配件、使用习惯三个方面 给你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和使用经验 首先是软件 同样一台iPad 如果里面装的都是游戏 那它就是一台游戏机 如果里面装的都是iU疼 那它就是一个看剧神器 如果里面什么都没装 那它可能更适合 不过除了看剧和玩游戏 你也可以装这些 iOS的应用商店有非常丰富和优秀的软件 文字内容记录可以试试印象笔记 OneNote、熊杖记 四位导图有MyNote、XMind、目布等 MacDone写作有Ulysses、Mweb 画画有Procreate、Pepper 阅读编辑PDF有PDF Expert、WPS 办公软件有Office 365 国产的WPS、什么文档 还有苹果免费的iWork三件套 照片修图有Lightroom 破纳修图、Finity Photo、Footshop、Snapseed、Wizel 任务管理有ToDo、提搭清单、Sense3、ToDoes 记笔记有GoNotes、Notability、MarginNote3、OneNote 视频剪辑有iMovie、LumaFusion、Videolib、FilmUp Pro 文件管理有文件、Document、读书有微信读书、文章读书、Kindle 总之iPad里装了什么软件 这台iPad就是什么 所谓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说众多App是iPad的魂器 那么一些配件产品就是iPad的冰器 如果平时用iPad文字输入比较多 一定要配一个键盘 我用的是苹果原配的智能双面夹键盘 轻巧、优雅 不仅是一个键盘 还能充当支架和收纳保护壳 没有电池 不需要充电 也不需要配对和连接 除了iPad mini以外的新款iPad系列 都可以使用这种智能键盘 当然如果你对价格和手感比较敏感 也可以搭配任何你喜欢的键盘 比如这种价格更实惠 支持蓝脸连接的键盘 或者追求手感使用机械键盘 不过机械键盘就没有什么便携性可言 而且失去了iPad便携的意义 有了键盘不仅能够大大的提升文字输入的效率 很多操作还可以使用快捷键完成 所以给iPad配一个键盘 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文档处理和文字写作能力 而且有了智能键盘的iPad 真的让我养成了随时随地开始写东西的习惯 如果你想用iPad来画画或者记笔记 那么一支笔肯定不可少 而且我只推荐Apple Pencil 体验上一定是最好的 我虽然不会画画 也不太会用Pencil做笔记 但是我有时候会用Pencil做一些标注和手写 有一些使用场景下 它也能够比手指操作得更精准 我并不推荐类指摸 因为真的非常影响屏幕的观感 对iPad Pro上这块这么好的liquid屏幕 简直是一种糟蹋 我的这大iPad屏幕是裸奔的 因为平时使用比较注意 并且智能键盘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保护 所以到现在用了一年多 屏幕上并没有明显的划痕 如果想在iPad上连比如SD卡 有线耳机 还有一些USB设备 那就一定需要一个扩展物 比如我经常会把相机SD卡里的照片 或者视频导入到iPad上处理和分享 所以就买了这个SD卡扩展物 很小巧但是很实用 后来因为尝试在iPad Pro上录音和剪视频 需要接监听耳机 于是我就想找一款带音频接口的 更适合iPad Pro的扩展物 最后还是让我找到了同一个品牌的这个 除了可以连接耳机 也可以插SD卡、TF卡、USB设备 还有一个USB-C口用来PD充电 便假配了一个支持4K输出的HDMI口 比如开会或者上课需要演示iPad上的内容 就可以直接用HDMI连接 这款是我目前找到的最接近我心中完美的iPad Pro扩展物 说接近完美 是因为这款的SD读写速度不是3.0高速 不如前面那个SD扩展物2代来的快 如果你是Liternico的iPad 同样可以选择相应的扩展物转接器 然后就能连接更多的外设 iPad是可以使用鼠标的 但是我不推荐给iPad配一个鼠标 因为现在iPad上这个鼠标功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鼠标 不然也不会放在辅助功能里 如果你觉得在用键盘的同时经常用手指戳iPad屏幕不太方便 那不妨试试多用快捷键吧 会代替很多手指触摸屏幕的操作 比如说打开APP 切换APP 浏览页面 最近苹果也发布了新iPad Pro上用的带有出口满的妙控键盘 从观外演示上来看 并不是现在简单的辅助触控鼠标功能 而是会根据使用场景进行变换光标 是不是会有一种新的交互方式出现 我也很期待苹果能够把这种交互方式放到普通的鼠标上 目前常用的工具类软件基本上都支持了iPad分屏 作为分屏协作使用软件有时很方便 比如我经常会在写内容时 左边窗口是四维导图 右边是协作工具 有些APP还支持打开两个窗口 比如复制移动硬盘里的文件时 我喜欢打开两个文件窗口 左边是iPad本地文件目录 右边是移动硬盘的 然后直接拖过去就完成了导入 擦拉窗口有时也很方便 比如说快速查看微信消息 或者在写文章时 从照片窗口拖进来一张照片 如果你给iPad用了键盘 那么多用快捷键能够提高不少效率 iPad上的快捷键很多都是给Mac一致的 所以也不用特意去记 直接照搬Mac就行了 比如用command tab切换APP command空格显示搜索 command A全选 command C复制等等 而且iPad上的快捷键都可以在APP中长按command显示出来 如果你在使用iPad时经常需要在屏幕上点亮点去 那不妨多用快捷键吧 如果你在用iPad的同时也在使用Mac或者iPhone 那就要多利用苹果iCloud生态的一些便捷功能 比如用iCloud云盘同步文件和写作 用隔空投送传文件 用接力打开iPhone或者Mac上正在看的网页短信或者备忘录等等 还可以用随行功能给Mac当做第二显示器屏幕 或者标注Mac上的图片 有了这些优秀的软件好用的配件 以及多用iOS的一些好特性 一定能够让你的iPad做比以往更多的事情 这期视频就是完全在iPad Pro上剪辑和制作完成的 其中用到了LumaFusion这款强大的视频剪辑软件 用扩展物连接晶天耳机和录制旁白 还有导入相机SD卡里的视频素材 以及我刚刚提到的一些使用习惯 我也会在以后的视频里跟大家分享 我在iPad Pro上最多视频的工作流程和一些经验体会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希望你能够持续关注多多三连 拜拜